早安 我是陳舒賢 歡迎鎖定生前戰略 馬上為您邀請到余世青 余總 余總早安 蘇賢早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早 余總 在昨天的行情變化之前 所看到美股股市看似重挫 結果台北股市積極抵抗 最後一筆由紅翻黑 漲13點 變跌13點 可是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於 整個台北股市看起來有積極抵抗 買超的部分 不只是買超 反手變成是一個賣超情況之下 卻是一個多單大增 那賣了有80多億元 是一個比較大賣的情況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毛宇頓的對決 那麼多方的部分 多方能不能勝出 好 其實這個很麻煩 剛剛說你講過 這是毛宇頓的對決 不知道拓野哥贏 還是誰贏 那這個全世界的現在目前的經濟狀況 總體經濟狀況其實都是矛盾 其實都是矛盾 那你最近大家在吵說這個 因為美元升值的關係 所以美國股市 美國FED可能會提前升息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是大家聽不懂英文 或者是大家那麼鬼扯什麼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 講這種話其實在害死投資朋友而已 你美元金這麼強 他在升息美元會不會繼續強 當然會 你說美元升值對美國股市來講是好的 怎麼會好 來 我們看一下 今天這個行情就可以判斷說 台北股市要跟誰了 來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電腦的畫面 我們現在看 現在是 來 我上海講 這個要不然你這樣跑來跑去不行 來 這是德國股市 德國股市昨天一天漲多少 305點 去38.5點 好 這個是什麼原因 它怎麼會漲這麼多 股市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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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問 是因為錢很多 錢多就會漲 這一樣 錢多就會漲 那如果說 他們歐元在貶值 怎麼會錢多 矛盾了吧 矛盾了吧 好 現在跳過來講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 這個美國昨天 理論上這個歐洲昨天大漲 美國股市也應該要大漲還對 昨天美國股市是開高走低 中場是跌了27點 Next day繼續跌 好一點人就是飛成半導體而已 那飛人半天 還不然你爛了什麼 為什麼他會 不是美元那麼強嗎 美元強代表美國的經濟好 美國經濟好 股市是經濟的出裝 美國股市應該要漲 為什麼他會跌 又是一個矛盾的對決了 好 那這麼多矛盾之中 我們告訴各位 你要去看一個東西 你要去追蹤一個東西 你不追蹤的話 你去預測用猜的都沒有用 我們說最近的美國股市跟什麼 成反向關係 跟美元指數 跟美元指數 好 下面還有美元指數 好 那我們就來看美元指數 這個不怪 現在很多散戶投資朋友 這個拔 說真的 他根本就無策略 無策略 他說你散戶怎麼不進來 我怎麼進來 多餘空 我又不知道要怎麼進來 進來一張最後一隻老鼠 每個投資朋友都這樣子想 我現在進來 萬一他又怎麼 我接著想最後一筆 我看我還是報得比較好 我還是錢報得比較好 所以你看那個成交量 大部分 你看那個昨天接近1000億 其實那個外資又占了七成 外資的買賣超 你給他加起來就快七成了 散戶口快要沒有空間了 好 我們來看 這個美元指數 我們現在看一下電腦 這是昨天3月11號 311 這個其實昨天應該紀念一下 這個日本 311大地震 藏應該來紀念一下 好 你看這個美元指數 我們前一 昨天早上在講的時候 他還在這個盤下 盤下這個地方震盪 到這個收盤的時候 他突然間往上又一直拉 這一拉就造成什麼 美元指數往上漲 這代表歐元 歐元就往下扁了 所以歐元扁的話 你看那個德國股市都漲得亂七八糟 好 這一漲 漲上來之後 美國股市 看一下美國股市 我們看一下美國股市就好 本來起起 又啪 又下來 所以道瓊昨天的走法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就美元指數害的 所以他最近這個美國股市大概跟美元指數 它是呈現了一個反向 而且是這個要記住的是最近這段時間 是最近這段時間 以後因為強勢 強勢美元可能會變成一個趨勢 因為這個趨勢也很久了 所以未來的美元指數 有可能還是要往上走 往上走 所以這個99可能也不是什麼美元指數的高點 未來你可能還會看到更高 到底是多高這個也不用去看 好 現在又回來了 這這樣看美國股市也沒有多少 後島要進去 我們台灣到底今天是要 對後島走 還是要對美國走 我們台灣到底要何去何從 不知道啊 你問我這個問題我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台灣到底是要對 中國走 後島走 還是要對美國走 哇 這科德西夫 這個問到師父了 好 那要問誰 不用問 問電腦 這盤一開出來你就知道了 所以昨天這個狀況是非常好 德國股市大漲 美國股市沒有漲 反而跌 那今天台北股市怎麼開 就代表台北股市現在是往哪邊跟了 以前 過去 台灣 大概都是跟著美國股市漲 漲跌 所以你看那個昨天 其實這個昨天的行情算不錯 開低能夠走高 還要震盪往上拉 那昨天的行情應該算不錯 那理論上 昨天外資應該買超 可是實際上外資確實賣超 為什麼賣超 因為前一個交易日 美國股市跌了300多點 所以接下來這個賣超 這三天加起來賣超已經超過275億了 270幾億了 那這個對台北股市的壓力又如何 這兩天就要觀察了 要觀察 好 好 他是說啊說 這人說台幣沒有貶值 你外資賣 買賣賣賣也要再賣回來 你賣一賣他還是要買回來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昨天的台幣 好像也有點麻煩 來 昨天台幣一口氣又升到這裡了 昨天升一腳 昨天 這個現在是31塊6 31塊6 31.65 這麻煩是怎麼 因為總裁說要逆風操作 對不對 總裁說要逆風操作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穩了 可是這個昨天 你賣賣賣這個幅度比較大 大家又會對總裁講的話 又要打折扣了 如果說今天的盤中 台幣又繼續貶的話 你不要想說外資今天 真的會給你買超 這時候我講真的 今天盤中如果再突破 扁破最近盤整區 這個盤整區的一個高點的話 盤整區的高點的話 你想外資會買超嗎 外資如果沒有買超的話 你台北股是真的能夠扶搖直上嗎 問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你說台幣 台幣 不扁好像也不行 你不扁只是 韓環 昨天韓環扁多少你知道嗎 韓環昨天扁很多 韓環也在扁 然後日幣也在扁 來看一下日幣 日幣又撞起來了對不對 昨天又繼續漲 昨天又繼續漲 日幣也上來 那你說日幣也扁 韓環也扁 那如果我們台幣都不扁的話 都不扁的話 那台灣的出口的台灣是 客出口 我們台灣的內需是沒有多少 問題你如果沒有對扁的時候 你這個競爭力真的也會被人家打垮 兩難啦 所以說日後你如果有什麼頭路 什麼部長你盡量去做沒關係 盡量不要做央行總裁 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跟他扁 擔心外資買這麼多 擔心外資會出去 你不扁 整個競爭力又下來 這個 別人頭路去做 別人做總裁 可憐 所以這個現在很多矛盾 不過這個矛盾一一來釐清 好不好 我現在舉了這個 這個其實都是無解的問題 都不是你能決定的 我們說這個 這都不是你能夠決定的 來 這是早我說的 昨天是打破了這個慣性 打破了慣性 然後這個股市往下走 我說這一堆裡面會有一個支撐 這一堆密集交易區就有一個支撐 我們畫了很久的一條線 昨天臨時慌了畫 昨天就跑到這裡來 這個我們不能說抓什麼點 抓一個平均來9450 這個9450 這個其實我們開盤前的節目 實際上是不能講這個 但是 沒辦法 有時候嘴巴很壞 一講 一講你要不要 有時候吃虧的你看 來來看一個長的期貨 阿娘 黑白說還沒說到 來來看一個電腦 昨天這個是期貨 開盤就往下開低 昨天美國跌那麼多 開盤就往下開低 各位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昨天的最低點下面這裡 老婆來偷寫一下 9450 我剛才9450 沒什麼沒在這裡 再對當對當 吃辣 其實我是貢獻 結果 我是貢獻 結果 起貨是9450 剛好 這個主席的 這個主席的 這不是我 我什麼透露什麼 我主席的 主席叫我撒到的 好 那這個 這個其實 你如果基數分析 有一點水準的話 夠一點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這個區域 那我只是抓這個區域的一個 中間值 實在 這個人也不能太準 準還可以改稅原因 不然現在 我們公會找我麻煩 金管會找我麻煩 我就會再露 就大概 這個是蒙到的 這不是我多準 沒有蒙到的 人家說準 現在也說準 來 那我們現在要看幾個東西 就是說 每年次數創高之後 那日元再扁 那亞洲貨幣都要進扁 那台北股市能不能穩定 台北股市能不能穩定 那我們剛剛看的台幣確實也開始扁 所以我們現在要釐清幾個東西 這個我想 這個你不要再談論了 我們不要再談論說 美國要再升級 你不要再說話了 你說這實在是很妖精的工作 這還是一些線路不敢做 不敢做工作 好來 這個你聽我講 就知道你用你的 不要說用頭髮來 用頭髮來判斷 你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重點就用台幣貶值 31塊半 現在已經31塊65了 今天會不會繼續貶 那一貶的話 坦白講就比較麻煩 真的比較麻煩 這YC要怎麼去想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 這兩點把它搞清楚 其實目前看起來 這個台北股市 這個投資人還是相對積極的 因為昨天現後是打到9472 打到9472 就沒有繼續打了 就往上拉 而且這個拉抬的一個 拉抬的狀況 只要積極的 還滿不錯的 只不過昨天你看這個 開低下來在這裡 直接就開始往上攻 往上攻 理論上昨天如果說 不要賣超82億 而是來買82億的話 應該是比較合理 因為你整個是往上拉 但是這個賣了82億 卻是賣了82億 不是買82億 好 這個82億之後 你再看看這個 所謂的那個 它的一個進出 導播把它放大一點 它的多單 昨天一口氣就增加了3600 3600 然後空單它補了多少 2890 接近2900口 所以它的進步會現在增加 好 昨天應該很多人跟你講說 外資大買超 其貨大買超買了6500口 所以現在進多單變成1萬口 這個又是錯誤的一個解讀 又是錯誤的解讀 這6000口不是全部多單 是它的部分是有2900口 是空單回補 空單回補就變成買單 多單進來3600 所以你說它沒有買也是有買 你說全部都是多單買的也不對 其實有空單補的 所以它這個是不是會故意把這個 82億把它賣下來 在這個地方來補空單 然後來翻多單 這也是有可能 但是問題是 它應該數字不可能這麼大 因為往上拉了什麼 可能賣了82億還讓你往上拉 這樣外資 這就不能笑傲江湖對不對 但是後來剛剛這個書寫有講 違反又殺了這個 那會不會買上來之後 又把它倒下去 因為它昨天進出的數字很大 說這很麻煩 很麻煩 這麼麻煩 你說這句這麼多 你到底是要說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個台北股市 最近有很多麻煩的地方 所以既然有這麼多很多麻煩的地方 去操作 還是要按照這個來 第一個 昨天的紅線到底有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為什麼沒有意義 因為量還不夠 這個量 這一根線要變成有意義的話 量一定要放大到千億 而且我已經講過 要千億 連續千億以上 要連續千億以上 要連續千億以上 這才可以做一個轉折 否則這個只是 從這個地方 最高點到最低點 其實大概就200多點 這200多點 其實只是一個整理而已 如果說以9600點的一個整理 這個都算是強勢的一個整理 所以這個完全沒有什麼偏空思維 你一旦偏空的話 我跟你講你昨天買不回來 長期這個這麼強 其實這麼強 其實很多部分是怎樣 是空單 空單上來這裡就打 上來就打 上來就打 所以昨天不會回 等到你空單一補之後 昨天又是這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 禮拜三 這個選擇權結算 所以結算之後你看 就往下壓 那期貨又跌得更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說 你一旦做空的時候 你想要去低接的話就不可能 做不出來 這人的慣性是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盤你是不能偏空思維的 既然不能偏空思維的話 今天如果有機會的話 要怎樣 當然還是要做多 當然還是要做多 聽說 今天不管怎麼樣 你現在看到很多 這些數據其實都是影響盤中的一個走勢 那盤中如果說真的有出現拉回的話 那其實投資朋友還是要做多 因為整體的趨勢來講 他還是非常強的 他還是非常強 所以還是要做多 好不好 好 謝謝宇總 那我們怎麼要先休息一下呢 剛剛宇總特別留了一個伏筆 這個還是一個做多的企圖 今天盤中如果震盪的話 該怎麼做切入跟買點的機會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用心用心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唐太多客不玩 三幾乎抵掃散 看兩時子敢來吹來 槍拿鴎 最快讚 三幾乎抵掃散 愛河中央公園 絢麗耀眼 3D光雕秀 台銀大變身 用火水舞 綻放港幅熱情 高雄的會藝術節 歡迎您 亞洲盛會 台灣首選 世界級家具 以次擁有 絕不能錯過的居家美學 12到15 十萬一館 台北國際家具展 Lamigo 帶您走遍全中國 全程無購物 無自費行程 讓您玩得安心 盡興 有尊嚴 Lamigo 愛河中央公園 絢麗耀眼 3D光雕秀 台銀大變身 有火水舞 綻放港幅熱情 高雄的會藝術節 歡迎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擁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在上個階段裡頭 宇總告訴大家 在震盪裡頭的話 當然是要做多 那麼這個做多企圖 還有這個做多的煤缸 切入的買點機會 跟重心在哪裡呢 宇總 好 那來啦 昨天能夠往上拉 其實有一檔股票是關鍵 就是台積電 對不對 那台積電是不是復活了呢 台積電是不是整理山要去啊 這個問題我們要思考一下 如果台積電要漲的話 指數坦白講要跌都難 但是如果台積電沒有漲的話 它是往下跌的話 那這指數你說 除非有人接上來 要不然你說要富搖至上 那也不可能 所以這檔股票確實是一個關鍵 那這檔股票 我不敢說我們完全掌握到 但是高低點的轉折點 我剛好都跟你講到 當然過程我不可能天天 什麼每天的紅線黑線我都跟你掌握到 我沒辦法 那是新作的工作 我人而已 現在我們現在重點就是說 要來看說 這支台積電到底整理山 這真重要 台積電整理山 紅海差不多了 兩支 兩支股票做在走 我會變成這樣 那現在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長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一個轉折 這個千真萬確 這講不了 而且證人還很多 都還在呼吸 那這個轉折的時候 我想130的轉折 這是應該全市場 我們跟你講的 第一個富乖禮 第二個低檔背禮 那這個狀況的話 你一定要看到友達 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友達現在在這裡 好 然後突破了這個鄉型區域 他走一二三法則 好 那你現在要注意 現在的紅海就在這個階段 紅海就在這個階段 友達在這個階段 紅海在這個階段 他走完之後走一二三 那三怎麼算出來的 就這一段的一個等距擺動 154 最高是154.5 滿足了 滿足之後他就進入整理 就進入整理 好 那整理就很多人跟你講 什麼缺口 什麼缺口 什麼要補 那如果缺口的話 這個如果是缺口的話 缺口要補這裡 那所以有很多人 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怎樣看空 其實這個我已經罵過你們了 當時候在這裡的時候 你們都缺口 我跟你講這不是缺口 你不要一跳空就是缺口 什麼缺口就要補 所以上來這裡很多人 當時候在140幾塊的時候 放空台積電 放空台積電一大堆 所以台積電 才會這麼強到這種程度 漲到150幾塊 那空單都是每個人 大概都掛了 空單都掛了 等到你空單補了之後 他的高點大概也出現了 然後股價就開始回了 這循環是正常的 每個股票幾乎就是這樣 每個股票幾乎都這樣 萬般拉台只會出 萬般拉台只會出 台積電也一樣 扭開是怎樣扭開 就是加空 加空你空單要補 補就是變成買單 買單剛好人家主力倒給你剛剛好 合理的不然買到什麼 你知道山空買台積電 10月3號 有一個買台積電 買台積電 我錢太多要買台積電 對不對 我買台積電不買基手 大家都這樣想 所以台積電要出什麼 沒辦法出什麼 出這個空單而已 所以這個股市裡面的結構 它是在改變的 好 那現在重點是 台積電整理完了沒 整理完了沒 昨天拉這根線很多人說 台積電整理完了 台積電已經開始拉回 在這個地方拉出一根紅線了 這根紅線可以視為一個抵抗 這個地方是不是台積電 開始要往上漲 如果台積電往上漲的話 這還得了 對不對 拉回來 漲一波 拉回來 現在又漲了 又要漲了 這一波可能是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另外一波漲是有嗎 有嗎 來 有沒有 不要問我 問他 問這個成交量 這個成交量有沒有特別的什麼意義 你從這樣子看有沒有什麼 看出什麼特別的端倪出來 好像也沒有 但你說弱也不會太弱 你說這個量有什麼宣示作用 也沒有 對 聰明 所以他這一根線拉上來 其實代表什麼 台積電還是在整理 所以這個台積電整理還沒有結束 不要因為這一天拉出這一根紅線 你就說台積電整理完了 不可以這樣看 不可以這樣看 因為量是沒有表態的 因為量是沒有表態的 那現在可能各位投資朋友 要注意一下 我剛剛在跟各位講的 就是台積電這裡整理有沒有整理完 沒有 所以他會繼續整理 那現在可能會 主流會往哪邊跑 往這個地方跑 或者往這個地方跑 往這個地方跑 或者往這個地方跑 好 往這個地方跑的是誰 當然就是他 當然就是他 對不對 他跟台積電現在是 孫生兄弟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當時候台積電起掌的時候 有兩個重要的虛擾 第一個就是覆乖離 第二個是低檔背離 現在的友達 同樣出現了一個覆乖離 而且他也是一個低檔背離 很明顯的一個出現了 所以這個友達即將也要進入轉折 你今天隨時往上拉 這樣也可以 盤一盤再上也可以 反正未來 最近就是他都是要往上 只是時間的一個差別而已 這個區域 友達這個區域落在哪裡 落在我之前跟你講的 就是在這個區塊的一個支撐區 跟大盤一不一樣 一樣 怎麼會不一樣 你漲得多你就要回得多 對不對 回還是要回到他原本的支撐區 所以這個低點落在這個區塊 合理 合理 所以現在震一震之後 就要往上拉 那你說友達怎麼能漲 友達這個人家 都給他八倍的本益比而已 這沒有人規定說 台北股市的面板族群要八倍 沒有人規定這樣 現在大盤的本益比是15倍 大盤本益比15倍 為什麼他要八倍 為什麼他要八倍 你告訴我為什麼 除非他今天也要賠錢 或是今天他不賺錢 可是問題有嗎 面板今天還是要賺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超低的 本益比的狀況之下 現在這個市場又要強調這個殖利率 所以你要好好注意這些股票 好不好 好 非常謝謝余總 那麼余總剛剛特別強調 選股的個別股市買單題材 11點鐘持續鎖定 這重要的轉折關鍵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入會知情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我們太多拿不完 三幾香抵掃散 看兩時的甘在嘴裡 青苗黑最快讚 三幾香抵掃散 今年是陽年 要祝福大家 陽年洋育幸福 新年快樂 我的心 The Wreck 我有體驗過 對有三天啊 在新的選項 阿里達明強小廷 有醫藥級高單位B群 加維生素E 幽浩素跟京大 昂君仔跟妖婆 加這麼騙的身體 身體很輕鬆的 阿里達明強小店 Yes Plus 蘭來了 養妹了 蘭來了 草妹了 蘭來了 哪兒起來了呢 礦石其派草莓雪糕 最熱層 使用奧地利清新酸甜草莓醬 四層極致 酸酸甜甜戀愛滋味 杜老爺礦石其派草莓雪糕 今年是陽年 要祝福大家 陽年洋育幸福 新年快樂 Good 二手車訊 五星級鑑定 日本汽車鑑定協會駐台 買車開心又安心 小車一次搞定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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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車訊 愛河中央公園 絢麗耀眼 3D光雕秀 台銀大變身 用火水舞 綻放港幅熱情 高雄的會衣術節 歡迎您 創新按摩沙發 全新家具概念 獨家4C軌道技術 搖動梳眠按摩 Jelly三合一 翻轉收納